这部剧是世界上评分最高的电视剧 毛半评分9.7 而看过他的百万网友 更是清一色的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上一集我们说到 癌症晚期的白鼠想在临死前 给老婆孩留下点钱 便误入歧途搞起了犯法的事 可他刚一出道就弄出了人命 这让老四人的他实在难以接受 便想着和小粉分到扬镳 不挣那份脏钱了 可现在他根本脱不了身 因为房车里还放着两具尸体 而更糟糕的是 其中一个人竟然还活着 于是不想败露丰生的白鼠 只能先把阿壮灌在小粉家的地下室里 再跟小粉商量着先干掉阿壮 然后再把两个尸体给容了 可问题是谁去做呢 两个人大眼瞪小燕 最后用抛硬币的方式决定 白鼠杀人 小粉容私 可是到如今 白鼠不仅没有动手 还把阿壮的吃喝拉撒 照顾得妥妥了 而小粉那边也不顺利 根本找不到合适大小的 具已吸材质箱子 而只有这种材料 才不会被复制 可等小粉刚回到家 打算问问没有箱子该咋办事 白鼠却突然想起 他老婆今天要去产检 于是便撂下了一句话 这俩儿今晚抵在你家待上一宿 明天再来再处理这事 说完便已走了之了 只留下一脸懵的小粉 独自在风中凌乱 可让白鼠怎么也没想到 隔天的小粉看着白鼠迟迟不来 便决定自己先把阿壮表弟的尸体给溶了 他把尸体拖进浴缸 稀里哗啦的倒入了化学药水等待溶解 而等白鼠赶到时 发现小粉正悠哉悠哉的品尝着奶粉 他赶紧问尸体呢 而小粉却一肚子火 说你去干啥了 说好的一人一件事 现在我人都化完了你才来 可白鼠一听 整个人都傻 他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可刚走到走廊还没上楼 就发现浴缸和天花板被一起腐蚀了 白鼠和小粉慢慢的往后退 还没走两步天花板直接掉了下来 这下好了 两人赶紧开始收拾恶心的直向兔 可就在他们收拾的时候 被关在地下室里的阿壮也看到了 他明白想要离开这里没有那么容易了 他必须耍一些手段 而楼上的白鼠他们好不容易弄完了 等白鼠来到地下室倒垃圾的时候 阿壮突然喊住了他 说你的性格不适合这行 而且你也不忍心杀了我 还是老老实实回去当个教书的吧 白鼠听完直接懵了 他怎么知道我叫白鼠 原来小粉这个大嘴巴 早就把他是高中老师 他家住哪交代的一清二楚 于顺听完之后的白鼠 愤怒的跑上楼自问小粉 为啥泄露自己的信息 一言不合直接打了起来 可白鼠毕竟是个五十岁的人了 怎么可能打得过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呢 小粉踹到白鼠就往楼下跑 白鼠一路追到院子里 一把拽住正准备开车离开的小粉 可小粉也忍无可忍的说 当初我们泡硬币说好的 你杀人我容私 现在我都弄完了 你却像个大爷一样把他供着 说完便开车离开了 只留下独自一人的白鼠 思考着是杀还是不杀 不知不觉就到了晚上 他先给老婆打了个电话 谎称今天在洗车店加班 可他老婆打电话问过了 早知道他已经辞职了 我怀着你的玩儿 你还成天在外面鬼混 气得直接挂断了电话 白鼠一肚子委屈 只能先去地下室送个饭 可刚到地下室 他突然一阵头晕 重重的摔倒在了地上 原来白鼠的病情又加重了 直到30分钟后 他才醒了过来 把打碎的盘子收拾起来 打算再去做一份 等白鼠回来时 阿壮借机询问他刚才咋回事 于是满腔郁闷的白鼠 说出了自己得了肺癌 随后两人还聊了起来 没想到这阿壮也是本地人 他老爸开了个玩具店 而白鼠儿子的很多玩具 就是从他家买的 一来二去两人熟了起来 白鼠说自己活不了多久了 之所以做那玩意儿 就是想在临死前 给老婆孩留下一笔钱 阿壮说这好办呢 你给我放了 我给你一笔钱治病 而且我保证不会报复你 况且你也不是做奶粉的料 花点时间陪老婆孩子不好吗 听到这 白鼠慢慢放下了防备 这样一来既不用杀人 又可以有一笔钱留给老婆孩子 于是白鼠动心了 决定上楼拿药子放了他 可就在他回到厨房 顺手扔掉手里的酒瓶死 他却突然察觉到了 有点不对劲 他把垃圾桶里盘子的碎片翻出来 果然扫了一块 难道刚才和自己掏心掏肺的人 竟然藏了盘子的碎片 想趁机杀了自己吗 于是崩溃的白鼠来到地下室 失望的看着眼前的阿壮 直到最后他还想着 也许这只是他自己多想了而已 可就在他掏出钥匙 想放人的那一刻 阿壮偷偷掏出了 藏在口袋里的盘子碎片 这下白鼠彻底觉悟 他狠心的勒紧了挂在阿壮脖子上的车树 当场勒死 就这样白鼠跪在地上 足足三个小时 等小粉回到地下室的时候 白鼠已经不见了中央 就是这样的好 然后再来 我可以摆在下室